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奥比兰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这日本啊 确实是对中国 它是非常的坏的 这一次在东盟峰会上 这个我们的旁支系统啊 他不停的在私底下 挑拨东盟国家 要来合起来来对付中国 这小子暗地里啊 他就是两面三刀的很 他对中国表面上 你看看到李克强 拉了李克强 让喜哥赶紧跟说一下 让我跟喜哥见一面 想跟喜哥谈一下 中日关系非常重要 我们要稳定中日关系 跟喜哥来谈一下 对吧 包括他日本的这个 在东盟这一次开会之前 一直以来都在什么 他的跟中国外交部积极沟通 意思说要安排安田文雄 跟喜哥见一面 但是这小子啊 确实你看就是两面三刀 我说我当然知道 日本绝对要用暴虐式的 极限施压压制住他 绝对不能够给他任何的空隙 要时刻警惕 时刻防范 时刻打压 啊 就是必须要对他这样子搞 呃 我跟各位讲 这是就是一个物理一个系统 中国是自然系文明 日本是旁支系统文明 旁支系统文明 包括你看像南朝鲜 他也一天晚上讲那些话 啊 他的那种张调 他也是旁支系统 他们一直想要来什么 取代中国 取代中国 韩国老是跟说什么 他们是卢家卢道的 这个正宗的继承人 日本呢 对吧 就说是中华文明的 真正的继承人 华夏的真正继承人 对吧 就是说你看 这两个国家 他说 他们引以为傲的继承 全都是中国的东西 哎 你看到没有 是不是很奇怪 他没有自己的系统的 他都是中国的东西 啊 那么好 你去看 所以他一直以来 对你这个 自然系 对你这个主体 他要 要取而代之 这个巅峰时期 就是在二战时期 他们对中国的侵略 奴役和这个占领 这个就这么多的 那么之后 他退却以后 他一直以来 他都是认为 自己有这个实力 但是美国 因为毕竟他跟美国交战过 我一直都说 他跟美国交战过 他的这个野心 等于说是非常大的 那么美国一直以来 最防止就是他 从地理上来看 中国进攻美国快 还是日本进攻美国快 所以美国就用什么 白左当中体验出来 去雄化 在他的演艺圈 娱乐圈进行这个改造 去雄化改造 日本的很多 这个男明星 在小时候 都要被这种老头 给什么 给那个 用东北话讲 揪个筋 揪个筋 给叔叔吃 这个意思 这东北的网友 懂什么意思 在下面打一下啥意思 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要注意一点影响 我只能这样讲 给叔叔 揪个筋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 他整个国民性 再加上现在 他的女权 大家知道 日本的女权主义 是很猛的 很多人都说 韩国女权 韩国的 节奏女权 日本的女权 很厉害 在日本当时 八十年代 他们那个经济 腾飞的时候 你跟日本 你去炮它 都得是 这个BBA的车子 这个宾室 宾室车 都什么 结果就奔驰 接送高档餐厅 送高级的礼物 他都是玩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老美在这地方搞 其实中国这些年的 这种价值观败落 跟这些资本 在这个背后 打这个歪主意 是有很大的关系 这一套以前 在日本实际上玩过 中国现在这一套 跟日本那时候 玩的是一样的 区别就在于 习近平的中共 及时的阻止了 这一切 所以今年还会说 什么双十一天 往什么大购物节 搞得那么老大 多少多少个亿 多少多少个亿 不允许你搞了 那么好 我们来看 日本到底什么意思 岸田批中国侵害主权 主张台海和平 攸关地区安保 他那个脸 那个非常的奸诈 笑的妈 那个逼的尖嘴 猴腮的 真的是恶心 那么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 今天在东亚峰会上 点名批评中国 强化侵害日本主权的活动 并主张 台湾海下和平与稳定 也是直接攸关地区安全 保障的重要问题 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 岸田文雄 今天在柬埔寨首都 今天举行的东亚峰会上 直接点名批评 强化霸权主义行进的中国说 中国持续且强化在东海 侵害日本主权的活动 顾及中国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 岸田说 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 也是直接攸关地区安全保障的重要问题 产经新闻报道 岸田对中国提出批评 可能是基于中国公务船 屡屡进入钓鱼台 日本称金戈珠岛附近的日本领海 所进行的谴责 岸田还谈到中国军方 8月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军事演习 试射5枚掉落在日本 串通经济区内的弹道导弹 主张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 也是直接关系地区安全保障的重要问题 TBS电视台报道 岸田对香港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问题 表达严重忧虑 还强烈反对在区域进行经济胁迫 那么日本这些话 其实讲的让我觉得 他妈批几十个耳光 首先第一个 这个东南亚东南亚 对吧 你在什么东亚峰会上 对吧 你现在是在东南亚 是在东盟 这个地区 什么地区 叫东南亚地区 你跟中国在东亚地区 对吧 那么我们进入到 被日本占领的这个钓鱼岛 进行这个巡航 这个是很合理的 但是我个人还认为这还不够 我们必须要登岛 宣示主权 当然了 从战略和战术的角度上来看 暂时性的不做这个举动 也是可以认可的 因为毕竟台海 台湾的收复是第一位的 为了台湾收复 即使跟印度在藏南地区 还没有收复这些领土 或者说这个钓鱼岛还没收复 也是暂时可以隐忍的 没关系 慢慢来 但是台湾问题是第一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 中国跟日本之间的这个争端 关东南亚什么事 然后他还提到 这个南海 说南海 这里就是你看 这个乌克兰 对吧 被俄罗斯侵略 那个南海怎么怎么样 对吧 而且他还说 中国这个居然不承认 海牙国际仲裁庭的 这个九段线是非法的 放一个驴儿屁 你他妈自己 老外搞个法庭 说就是叫 挂两个名头 叫国际 我是国际法庭 我判就没有 放屁 所以说这个小子 两面三道 他就 你要找日本 他私底下 一个一个的找这些国家 让他们跟中国来对抗 他还要什么 要把自卫队的一些 淘汰的武器 卖给东南亚 真他妈搞笑 人家都 我是东南亚的领导人 就算我想跟中国对抗 我也会 我也会 想到一个问题 你日本都 他妈被解放军 跟俄罗斯军队给包围了 你怎么保护我 在钓鱼岛 美国说 钓鱼岛适用于 日美安保条约 而中国军舰 俄罗斯的军舰 和这个 中国的公务船 都在这个地方活动 你却没有任何的表示 你却屁都不敢放一个 台湾 你天天说台湾和平与稳定 台湾有势 日本的势 但日本从来没有 针对台湾有势 进行哪怕一场军事演习 这一次 11月10号的军事演习 也不是护台湾的 也不是反武统 是保卫日本 他的钓鱼岛 他怕我们武统以后 钓鱼岛顺便收掉 他怕这个 好 804大军 你刚才也提到 8月份的大军演 你他妈的叫 东南亚的国家 跟我们来对抗 妈的 我们导弹 那个地区 我们已经 外交部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不承认 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那因为 我们中央人民共和国 台湾省 没有在中央政府的代表下 跟你去 谈什么 那个什么 这个专属经济区 这个事情 没有谈 没有谈到 我们不承认的 那么我导弹 打过去 你认定 那个地方是你的地盘 你应该回应我们吧 应该他妈 打导弹 马上 或者你就拦截 你什么动作也没有 你等于说 跑到东南亚 来他妈的告状来了 那你 那你天天挑这些国家 来对抗我们 我是东盟的领导人 我他妈敢吗 我有胆子吗 804大军演 三大海峡一封锁 日本的船飞机 都他妈取消掉了 都不敢过了 你牛逼 你啥牛逼啊 闹肿 生的 你个他妈逼的垃圾货 狗腿子 你他妈敢动吗 你他妈还一个一个 在私底下 找这些东南亚的国家 跟我们来对抗 他们有这个胆吗 菲律宾16年 跟咱们牛逼 被咱们给揍了 把他的两艘护卫舰 给他击沉了 他没敢吭声 之后老杜上来 不是说老杜要跟中国搞好关系 他不得不搞好关系 阿基诺默契到老杜上来这段时间 中国把菲律宾所有的农产品 香蕉 全他妈给禁止了 你这 我说过 原来你菲律宾的这个香蕉农 种他妈十棵树 后来全部跟中国搞关系 从马克思时代 就是专门有些 种两千棵树 一千棵树 全都是什么 供应到中国市场 中国给你净了 你不就是全部烂在地里面 那老农民他妈的 就不干了 就造反起义了 或者就是他妈去贩毒了 所以菲律宾为什么会有这种 那段时间 被中国打击的那段时间 是菲律宾国内 治安问题最严重的了 为什么老杜上来说 要打击贩毒 就是中国禁掉这一切 几年 16年开始 就是从大概13年就开始禁了 禁了他好几年 12年 12年那个南产 就是中国跟菲律宾 这些人有事情 12年的时候 那就禁了他几年 那几年好多农民 造反被镇压了 或者不行的 就去什么 就去贩毒去了 所以菲律宾那几年 还有些就加入到阿普萨耶夫 就开始给你搞了 对吧 中共 对吧 说不定打几个电话 给阿普萨耶夫 给南摩尔解放阵线 绵懒牢骚的那些分离组织 马上给你提供 我们仓库里有大量的 五六式冲锋枪 有五四式手枪 手榴弹 80火箭筒 40火箭筒 这些东西太多了 给我们给你提供一下吧 他敢牛逼吗 对不对 他被我们给料理了 越南也是 对吧 西沙海战 打爆他 印尼也是 98年排华的时候 之后 江泽民就派军舰过去 把他的那个什么导弹 快艇给他击沉掉 击沉掉一艘还是两艘了 都不是被我们打过的 当然是小规模教训 后来在南海那几年 那些国家也都很跳 什么南海状态 由美国撑腰 美国军舰都开过来 一块马金岛 一块什么 什么两期的 三期的 在这里几个回合 从去年大家看到没有 那个康涅迪格号 妈比头都没有了 他的 还有那些弗吉尼亚号 全都是举白鞋 上浮到水面出来 对吧 F35C在南海 他妈坠海 是不是 出了很多事 他的军舰 我们直接就跟他相撞 出了很多事 你看现在还派过来吧 他不敢了 还派过来 这个地方不敢踢出地网 然后东南岸的国家都怕了 老美过来 本来要安全靠美国 经济靠中国 安全靠美国 马上 美国被我们打跑了 他妈的日本还挑拨 美国还保护谁啊 我操 这都是拿拳头的 胡萝卜加大棒政策 干死你们 对吧 在这里他们搞不过中国 我说过 昂山素姬 美国整个西方扶植 就美国奥巴马扶植的 对吧 那时候跟 跟奥巴马 然后 他上台了 这个 柬埔寨 那个洪森 当时有一个西方扶植的 桑兰西 对吧 怎么 怎么被干下去的 军他这两个 洪森跟这个 冕昂来 都是导向中国 马上就可以 控制 打拳 唠唠控制 打拳 对吧 啊 你看那几个 他美国复制 亏裂 成都被我们给 他们搞死 对吧 原因就在于 中国到这里来 李克强 从来不谈什么 南海什么 这些狗逼的事情 说也说 因为已经OK了嘛 但是 在日本他这条 没用 真的没用 懂 懂吧 在这里就是中国 说了算 在东南亚 我们不需要什么 军事基地 我才在南海 西沙南沙 全是军事基地 我还要那么多 军事基地干什么 对不对 但是我个人感觉 最重要是铁路 运输搞好 铁路运输搞起来以后 还他妈 筹什么军队不军队 万一哪里有事 铁路他妈 直接运输 直接就过来 瞬间南部战区 就可以投 那个第75集团军 一个集团军 大概15万人 他那个就是控制 整个东南半岛的 那直接就运输过来 谁他妈牛逼干谁 对吧 所以说 日本他妈的 他在这个地方 搞安全 这个这些东西 放他个驴儿屁 我只要把台湾海峡 那边一封锁 还有他什么事 在南海他敢牛逼不 他所有的船 船妈船都给他打爆掉 你叫他牛逼 孙子 所以大家知道 给日本人 永远不要好脸色看 日本人跟你装有礼貌 去马屁 屌的不要屌的 所以说 这一点一定要很明确 所以说 澳洲的总理 今天也会见李克强了 说 真的很有建设性 昨天见到了李总理 我非常高兴 我们澳大利亚 可以跟中国 去改善关系了 对吧 所以说 你看 澳洲 人家现在都学乖了 不跟你中国来对抗 你日本 韩国 傻逼 全船倒向美国 你自己就没有 任何的自主权 对吧 小日本鬼子 人家澳大利亚 今天跟中国牛逼 现在也说 非常感谢 高兴见到李总理了 我们可以把关系恢复一下 我们现在你看 也不来南海牛逼了 也不来东海装逼了 对不对 我们不装逼了 跟中国都没意思 我们也不能太依赖美国 在安全上 对是 我们跟你是敌手 但是经济上 能不能恢复 能不能多搞点钞票 多赚点钱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 事情 然后我们 我们再来看 对吧 这个拜登 牛逼得很 拜登 称美国将与中国竞争 美国总统乔拜登 在金边的东亚峰会上 发表讲话时表示 美国将与中国竞争 但确保竞争 不会演变为冲突 白宫声明指出 拜登政府评论了美中关系 强调美国将积极与中国竞争 并就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 发表意见 同时称要保持沟通渠道畅通 以确保竞争不会演变为冲突 拜登还强调 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 非常重要 此外 美国总统谴责朝鲜的威胁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 然后 就中国侵犯人权 中国侵犯哪个人权了 去年吗 个逼啊 侵犯哪个人权了 现在我跟各位讲 就是我们看 明天14号见面 习近平一定会 一定吊到不会吊到的 你妈去跟我谈那些问题 去那妈去跟我免谈 就一个台湾 就一个 习近平只跟你谈台湾问题 习近平只和你谈台湾问题 啊 就是说台湾什么叫中美关系 你那些问题别跟我谈 什么恢复 什么共同主党 别跟我谈 就是就台湾 你到底想要怎么弄 就一个就一个台湾 不跟你废那么多话 对吧 还跟中国竞争 拜登今天很牛逼 哇 参议院 我获得了 我不会成为破脚压总统了 牛逼的很 我将趋于更加强硬 就是他讲的强硬 就是对美国国内 呃 那么我们来看啊 他今天这么高调 这么牛逼 对吧 你看到没有 美国一架B17轰炸机 在达拉斯航展上 与另一架飞机相撞 据当地时间 ABC News电视台报道 美国一架B17轰炸机 在达拉斯航展上 与另一架飞机相撞后坠毁 消息中称 当地政府暂时 尚未掌握飞行员状况的信息 据电视台消息 这架B17在达拉斯机场 航展期间 与空中另一架不明飞机相撞 碎片坠落在附近公路上 对吧 美国B17轰炸机 对吧 在空中表演 然后两架飞机相撞 估计那些飞行员 全都全都死掉了 那个画面大家都看到了 撞得非常猛 撞得非常猛 然后就是说 全部机房都是像爆炸一样的 大爆炸 所以拜登在这里天天高调 在这里装逼 不安好心 天天跟中国对抗 那边就他们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有的时候你说 这些事情是巧合吗 对不对 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每次跟中国来干 跟中国来牛逼 都他妈出事情 我觉得真的挺奇葩 英国到台湾来 对吧 核潜艇他妈着火了 好像是被毛子搞的 拜登到亚洲来 搞事情 那边飞机相撞了 爆 那个是爆击啊 空中爆击 我操 真的是 他们不知道来这里 搞不好吗 谢谢各位支持